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黄俊 今天做客网易娱乐直播间是带来全新作品的组合 SNH48 欢迎你们先跟网友打个招呼 好,大家好,我们是SNH48 来,慢慢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好,大家好,我是SNH48的弯弯秋心仪 大家好,我是SNH48的董直一 大家好,我是SNH48的汤敏 大家好,我是SNH48的戴萌 今天这个思维带来自己的全新的夏日的EP 给人非常阳光和火候的一面 所以在准备这样一张全新的EP的时候 是特别去哪里做了拍摄吗 我们这次去了海南三亚拍摄 还有上海的环球金融中心的100层 所以这应该算是史上最高的MV 最高的MV 就是今天这个MV 其中有一首单曲的MV 刚跟大家见面 马尾与发圈这个MV 所以拍的这个过程当中 会觉得这个好玩吗 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吗 还蛮好玩的 因为去海边 本来就夏天去海边就很清凉 就是去度暑假的感觉 就是去度暑假 就是我们一般小伙伴一起去度暑假 然后就是在海滩边上玩这种 然后其实说到这个组合 大家就会非常这个自然的联想到这个日本的原有的这个ATV48的这个组合 所以我们这个组合是跟他们这个合作模式是一样的吗 是怎么来选拔出来的 因为我们是他们的姐妹团体嘛 所以其实我们的征选模式跟他们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我们都是从三万多人里面报名征选出来的 然后我们也会有自己 以后也会有自己的剧场啊 也会在里面每天公演这一类的 其实说到这个征选 其实给大家的感觉还是挺残酷的 所以最开始的话四位去参加报名 大家是抱着什么样的这个心情来参加这个选拔的 大家应该会试试看 没有应该特别觉得自己可以信 没有那种志在必得 就是睡下地有没有可能 所以每一位就是四个成员 当开始最开始知道有这么一个选拔活动的时候 自己都是非常喜欢这个唱歌跳 所以在真正的这个征选的这个过程当中 有什么特别需要自己去悉心准备的一些东西吗 我们在中式的时候可能需要自己准备 因为它有唱歌跟跳舞的一个审核 就是一开始的话有自我介绍 就是看你的口头表达能力 就是也是需要一点小准备 是一定不能紧张啊 这个人家有自己的 要自然把自己感情 把自己自信拿出来 对然后唱歌跳舞的话 因为舞蹈的话呢 是比如有一个老师啊 他专门拿一小段舞蹈出来教我们 要求我们在两个小时之内必须跳会 然后就这么一个模式嘛 因为可能以后剧场公演之类的学舞蹈 是要求速度非常快的 所以呢可能舞审上会比较难一点 然后歌审的话呢 就是差不多就是考一下大家有没有 比如走音啊 这一类的 越感这一类的 大家在这个选拔的这个过程当中 肯定会遇到很多这个姐妹啊 然后一块去这个打拼的会有这种特别 会产生很多新的这个友谊啊 交到新的朋友吗 有 大家都是在比赛时候 所以心仪是唯一当中的一个台湾的这个成员 所以当时为什么想说抱着这个念头 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参加这样一个团体的活动 其实是这样子的啊 就是有很多网友都问我说 为什么台湾的会特地飞过来说来这边参加这个活动 其实我是六岁之前都是在台湾生活的 但是六岁之后我就到上海 因为我爸爸妈妈在就是上海有公司 就是要做生意 所以我就跟他们一起过来了 然后就是有时候上网的时候 我一天看到他有招募 然后我平时自己也特别喜欢唱歌跳舞 然后就想抱着就是试试看 试试看就想能不能入选这样子 然后就偷偷地抱了 所以家里人会特别的知道甄选上了会特别的这个支持你吗 我一开始爸爸妈妈不知道 因为我是因为爸爸妈妈不同意我参加就是关于就是演艺方面这种 比赛或者是争选什么的 因为很反对 因为就觉得女孩子好好读书就好 就是说没有必要去搞这些所谓的就是大人眼里所谓的有的没的这种东西 然后明明偷偷自己抱的 然后就是现在就很为你骄傲了 到初最后签名的时候就是大吵一顿 就是死都不给我签 然后就一直蹲在那边 然后就说就跟我爸爸妈妈说 我说你不签我就不走 然后就反正就有一些激热的争执 还是坚持下来了 让我妈妈现在给你 特别庆幸给你签了这个 我也采完争光 说到征选的这个过程 我相信其实三万多名当中 脱颖而出 大家可想而知 这个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所以子一会有那种 看到送走自己好姐妹的那种状况发生吗 有 因为其实当时我们征选的时候 我是成都赛区的 成都赛区是当时初选的时候 选出最多的小伙伴的一个赛区 结果来上海以后 他们渐渐的五省各省 就走了一堆又一堆 然后好多都是当时跟我 比如一起吃饭 我觉得他们一定会进 而我不会进的那种人 心差流流 对 一定要打好关系 他们进来成名了 说不定我可以跟他们要个签名 这一类的这种想法 结果后来他们都是很遗憾的 就好多都走掉了 然后最后就送了我一个我一个人和另外一个成员一起在这里面打拼嘛 就真的很想说想要带着他们那种梦想啊一起就是坚持下去 然后也希望能在这里面好好做就是我先为他们开路 希望他们以后也会怀着那份梦想再回来这样子 所以整个后面得知自己能够正式的成为组合议员的时候 他们会也会给你很多的这个力量吧 是他们有些现在还会比如说发展性跟我鼓励啊 他说你在里面要好好的要开心一点或者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就会很感动这个时候觉得 一定要坚持下去才行 所以在我们最开始这个这个过程也会跟大家一样有那么多的这个波折吗 其实我觉得最波折的地方就是签下合同 打电话告诉爸爸妈妈我签合同的那一语刹那 他们觉得有点不敢相信 因为我也就基本上算是没有告诉 因为我已经读大学嘛 就是几乎在宿舍里爸爸妈妈也不知道我到底在不在读学 这个暴露 主要的点是就是那个是周末我们去参加中式的嘛 然后直接就签了合同 然后我打电话给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吓了一跳 他们说你不是在学校 然后什么签合同就是完全是一个懵的状态 然后当我回到家跟他们说了这个事情 一开始他们是很反对的 可是已经签了合同也没有办法了 我们觉得怎么说人生是我们自己的嘛 所以我们一定要为自己做一次选择 汤米呢会有什么特别多的这个感触吗 甄选的过程 甄选的过程可能就是看到自己当时一起努力的朋友没有进 就会有一点难过 其他爱好我父母都还蛮支持的 所以会之前自己有特别喜欢想说做某一类的尝试吗 比如说唱歌或还是说 小时候不是特别喜欢 没有这个梦想 可是只是来试试看没有想到进来就还挺好的 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都是那种唱歌跳舞都不怎么好的那种最开始的时候唱歌还好吧 跳舞有点那种四肢不协调 可是他现在反而是跳的已经算我们当中很好的了 他非常非常有那种舞台表现力我觉得 对就是他进入算是蛮大的一个 所以大家真正到进入这个组合里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知道其实一个组合诞生除了这个珍选的过程非常残酷之外 但其实正式的进入到这个组合的过程当中 也是要非常严格的这个训练 所以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 大家会觉得有吃不消的这个过程吗 一开始就是从普通女孩刚进去这么大的训练强度总会觉得 哇怎么好难啊 因为我们是一开始我们都是没有基础的 没有学过唱歌跳舞 就觉得劈叉然后高抬腿然后压筋好痛苦好痛 怎么会是我们做出来的 可是五点半起床不好 然后每天都大沉默 我见万一就到外面跑 是然后可是就训练到一个阶段 然后我们的舞蹈然后唱歌 就是就是一直到大家可以一起彩排 然后看着镜子里面我们这么整齐的队形 然后动作就觉得哇前面付出的那一切都是有的 还是有回报的